哈喽大家好我是皮仔 今天这一期呢是一个毛衣的合集 那之前呢我也出过一些快时尚品牌的购物分享和试穿 也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平价的毛衣了 这期呢我就选择了一些比较热门和好看的设计师品牌的毛衣 当然价位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不是特别高的那种 但质感和设计都是非常不错的 秋冬的衣服呢也更适合入手好一点的 正好最近是折扣季打折入手呢会更划算一些 那有好的价格呢我都会整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件是这个棋盘格的大毛衣 它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因为它们的衣服都很好看 所以这几年人气也很旺 那这件呢就是一个标准的oversize的毛衣 我穿是可以盖住整个屁股的 然后版型也是这种宽宽大大的 袖子也是大大的 然后它是这种粗棒针的 就是织的非常的松松松垮垮的 所以穿起来就很有那种慵懒的感觉 我之前担心过它如果做内搭的话会不会穿不进去 因为它比较宽松嘛 但是试了一下它搭在大衣里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不是很厚的那种而且它织的也不是很密嘛 所以它穿在外套里面是不会臃肿的 外面搭像这种双面泥的大衣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这件毛衣呢它是含20%的羊毛的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保暖度 但是因为它织的比较松 就是毛衣上那个洞洞比较大 所以它不是非常非常保暖的那种 我现在这种天气单穿这件就是刚刚合适 然后小个子是可以直接当半个裙子来穿的 我现在下面穿了一个小短裙 就露一点点的黑边 配一个靴子我觉得就可以 然后再冷一点也可以做内搭 我刚收到这件毛衣的时候 也担心它贴身穿会不会扎 因为它就是摸上去有点像那种马海毛的感觉 但它贴身穿是完全不扎的 我最近这个天气就是经常里面穿一个小背心 然后贴身穿这个毛衣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它塞一点在那个腰里也是可以的 配牛仔裤搭个怀靴就是比较酷一点 有一点那种中性韩系的那种酷酷的风格的感觉 那这件毛衣也是我最近穿着率最高的一件毛衣 我觉得它的颜色配的也很好看 然后整件毛衣都很有造型感 就是很好看的一件毛衣 下面是另一件我最近找到的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毛衣 我之前还专门发出来推荐给大家了 它的面料是真的很不错 它是含50%的羊毛和40%的豪牛毛的 就是都是很扎实的那种好货 但是呢它贴身穿非常非常的舒适 就是你们仔细看它是有那种小绒绒的 摸上去也是非常非常的柔软和 就是绒绒的那种感觉 然后贴身穿的比羊绒衫还要软糯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轻肤 而且它不是很厚的那种毛衣 但是它还挺保暖的 就是真的跟羊绒衫很像 然后它的版型也很好看 它是一个短款的 那我这件呢是XS最小码的 我觉得其实我再买大一个尺码也是可以的 就是它还挺短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领子设计的很好看 它是一个那种小方领 但是它又做了一个小微领的开口 然后里面你穿一个内搭或者不穿其实都可以 因为它的领口开的不是很大 就开的刚刚好 然后它这个袖子呢是有一点蝙蝠袖的 但是因为它不是很厚的那种 所以它做内搭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一点都不会有那种窝窝囊囊的感觉 我换了三个不同版型的大衣来做测试 不管是简形的还是修身一点的那种H型的大衣 它都是可以做内搭的 穿在里面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这件呢是一个灰白色的 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一个颜色 也很百搭穿起来看着人也很清爽 这款毛衣呢我记得应该是有三个颜色的 都是非常好看而且很高级很百搭的那种颜色 觉得视频里没有拍出它的好看 实物是要比视频拍出来更好看一点的 就真的很有质感 这个品牌应该是叫Lolo Studio吧 应该是这么读的吧 它是一个法国品牌 它的设计呢都是很简单 但是细节很好看的那种 也非常的百搭 就是那种任何一件都能跟你衣橱里 各种衣服做搭配的那种 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 很有质感 然后我觉得价格也还算合理 下面这件呢是第二件我最近发现的超级美丽 超级喜欢的毛衣 那这件呢是Totem的 然后这件毛衣呢它穿起来就是一个温柔可人 就是非常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软糯的那种 然后这件呢它是有78%的羊驼毛的 所以穿起来很保暖 但是它贴身穿是完全不扎的 就是那种软软糯糯 很亲肤很舒适的 而且它是很毛茸茸的那种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温柔 整件的手感也是非常的棒 摸上去就是很糯很糯的那种手感 我可以说你去任何一个快市商的品牌 把所有的毛衣翻个底朝天 也不会找到这种品质和手感的毛衣 所以说这件的质感就真的不是那种 一般快市商里能够买到的 然后它的版型呢是一个宽松的这种大毛衣 我穿长短的是可以盖住多半个屁股的 我觉得我穿还是比较合身的 不会太大 那袖子呢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长 我就卷了一下 这件毛衣呢它虽然是这种大大的一件 也很保暖 然后织的也很密 但是它穿起来不沉 它不是像那种大大的棉质的毛衣就很沉 这件穿起来还是比较轻的 反正它穿着就是真的非常的舒适 然后我个人是超级的推荐 那我这件呢是灰色的 它还有米白啊 鸵色啊 黑色 就是好几个配色 都是那种非常百搭很高级的颜色 这件灰色呢是很正的一个烟灰色 我觉得还是很百搭的 配黑裤子或者牛仔裤都可以 也都很好看 然后这种宽松的毛衣其实配裙子也可以嘛 然后下面搭一个毛袜和靴子就够女孩子气一些 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现在穿的Gandy的这个靴子 这双靴子真的绝了 它穿上之后你的那个小腿就是瘦成一个竹竿 而且看着腿非常的直 就仿佛装了一个甲肢的那种感觉 特别的修饰小腿 然后它的靴筒呢是比较窄的 但是因为它侧面是带松紧的嘛 所以它是有弹性的 也是比较好穿的 然后它的鞋底也很厚 是可以垫个子的 但是它不是很沉的那种 还是比较好走的 然后鞋底也是挺有弹性的 就不抹脚 这个靴筒的长度呢我穿是刚刚好 如果再长一点就不行了 我觉得如果比我个子再小一点的姐妹 一米五三以下的吧 这个靴子我觉得穿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长 下面这件大家可能比较熟一点 它是Ganny今年的一个新款的字母毛衣开衫 这件我觉得它们的网图没有拍好 收到之后实物是很好看的 就是比网图要好看很多 而且这件毛衣比我预想的要厚实很多 我看图片以为是一个那种很薄的针织衫 但它其实还是有一点厚实的那种 挺保暖的 然后这件毛衣呢 它是含80%的羊毛的 不过贴身穿呢是完全不扎的 就是非常的轻肤 然后我这件呢也是最小码的 大小我穿是刚刚的合身 长度大概就是在胯的这个位置 就是刚刚好 肩线也是比较合身的 那因为它是一个开衫嘛 你可以当外套单穿 然后做内搭也是没问题的 而且它是那种比较有色彩的 我觉得搭在深色的大衣或者外套里面就很好看 也是有那种就是让人出挑的感觉 不会好像一身都黑压压的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小个子 然后这件呢 还有一个马甲背心 也很好看 不过我觉得毛衣开衫会更实用一些 就是有温差的时候 你穿脱也更方便一点嘛 我穿脱也更方便 下面是另外一个oversize的大毛衣 这件也是比较保暖和厚实的 它是含42%的羊毛和28%的幼年马海毛 那因为它是有马海毛的嘛 所以我之前会担心它贴身穿会不会扎 但是上身之后是没问题的 它是有一点点的那种毛感 但绝对不会说是扎 就是贴身穿是没问题的 像我现在拍视频的时候已经出汗了嘛 我觉得贴身穿也还好 不过它刚收到的时候会有一丢丢的掉毛 我觉得穿几天就好了 那这件毛衣呢 它也是那种粗磅针的 加上它是有马海毛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有那种很松软的感觉 我觉得就很好看 然后这个毛衣它也是断货比较严重 它还有黑色和鸵色的 但是基本上小马都是断马了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红色 那我这件红色呢 仔细看是能看到里面有 掺了一些白色的那种杂线 就是让这个毛衣看起来更休闲一点 没有那么的死板 然后我觉得红色搭配大家秋冬特别多的那种黑外套就很好看 比如说这种宽松一点的皮衣 它穿在里面就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年底又有很多节日嘛 我觉得这个红毛衣过节或者过年穿也很适合 那我这件呢是最小马的 袖子稍微有一点点的长 然后长度呢是可以盖住我的屁股的 那我觉得下面搭一个那种长一点的半裙也很好看 就是造型感更强一点 然后配牛仔裤把它塞到腰里面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红呢 它是那种很正很正的那种 有点像西瓜红的一个颜色吧 我觉得配牛仔裤的那个蓝色就很好看 然后我猜可能有一些姐妹之前就长草这个毛衣了 那黑色和驼色可能就现在已经都断马了 我觉得红色也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下面是COS新出的一件大毛衣 这件呢它是一个百分之百羊绒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羊绒衫 是不是有点看不出来 它看着是有点像那种棉的大毛衣 完全不像那种老气的羊绒衫 然后它的版型呢就是一个oversize的版型 我穿呢是可以盖住屁股的 然后它侧面呢是有一个开叉的 所以把前面就是塞到腰里面穿也是可以的 然后有了侧边这个开叉也是比较显瘦和显高的 如果没有这个开叉就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大麻袋 就没有这么好看了 那它的领子是一个高领的 但是这件毛衣呢它是非常软糯的 所以这个领子你卷下来穿也是可以的 那卷下来呢就是一个小中领的高度 如果不喜欢高领的姐妹 这个高度我觉得刚刚好 它也不会不舒适 然后也不会闷 但又是可以防风有保暖度的 然后领子立起来穿也很好看 就会比较高级有气质 因为这件呢它是羊绒的 所以非常的保暖 贴身穿的也是非常非常轻肤的 就是很软很滑 而且仔细看是可以看到那种小小的绒的 就非常的温柔 也很有质感 那这件它也是这种粗棒针的嘛 所以穿起来还是比较休闲和时髦的 而且它袖子和衣服这边的编织的花纹是不一样的 就让这件毛衣也不会那么的死板和无聊 细节上还是很好看的 然后我觉得这种大毛衣 搭一个阔腿裤啊 或者长一点的半裙都很好看 然后配牛仔裤也是可以的 那主要是因为毛衣好看 就是配啥都挺好看的 下面的是一个设计简单 但是细节很好看的毛衣 它是有三个色块拼色的 然后这三个颜色都是那种很好看 很高级的颜色 就是那种黑白鸵色 也是特别适合秋冬的颜色 然后我这件呢是最小码的 长短啊大小啊 我穿都是刚刚好 就不是那种很长的毛衣 就是在跨这个位置 它的版型呢是有一点蝙蝠袖的 但不是很大的那种蝙蝠袖 所以做内搭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衣服下面呢是有一点小收口的 就是小个子穿是很精神的 然后这件毛衣呢 它是百分之百美丽弩羊毛的 贴身穿也是非常非常的轻肤 也很保暖 而且我觉得这件毛衣它不是很挑人 不管是什么肤色 然后在什么场合穿都是可以的 就是很百搭的那种毛衣 看起来像一个基础款 但是它细节上又挺特别挺好看的 下面这件呢是我去年在Everly买的 它们是有很多这种毛衣开衫的 都非常的实用 既可以当小外套穿也可以做内搭 然后我这件呢它是含羊驼毛的 就穿起来非常的保暖 而且它贴身穿呢是一点都不扎的 也是很软糯的那种 而且它这个毛衣也是带枝花的 就是穿起来会有一点可爱 那它本身是一件小圆领的 但我最近发现这个领子你稍微翻下来 就把它搞成一个这种小翻领也很好看 这样穿的更清爽一些 然后露出脖子这边的线条 也是看起来比较显瘦嘛 如果大家有这种圆领的开衫 也可以这样试试 我觉得这么穿也挺好看的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想起呢我都会整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 因为最近是一个折扣季到处都在打折 我找到的折扣呢也会帮大家总结在信息栏里面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